今天大逆轉 讓全台怒氣沸騰的沸沸之死 從身世沉迷 沒人認她 現在六福村總算改口認了 沸沸就是六福村的 受醫在協助救治的過程中 發現結紮的傷口 特徵與園區的沸沸 特徵吻合 判斷脫逃的沸沸 因為本園區所有 再次治上我們最誠摯的歉意 鞠躬道歉 來得及嗎 回顧六福村從一開始否認 到現在自己打臉 爭起沸沸逃脫技 荒牆走板 3月18號六福村接獲通報 第一時間沒承認是他們的 23號縣府稽查 六福村還強調 園區有層層關卡 逃脫機率非常非常非常低 但侵點數量竟莫名多了一隻 控管機制讓外界不撒撒 26號再度封管侵點 竟還是沒發現異狀 彷彿外面被槍殺的沸沸 橫空出事 管理顯然有大問題 整個園區的最高主管 都會做撐出 堅持會對獵人挺高的事 這個現在也不方便說明 告不告獵人尬笑回應 但六福村更被懷疑 起出撇清廢廢關係 為何還積極參與圍捕 甚至派出獸醫全程陪同 獵人更要出示 六福村人員下獵殺命令 讓網友傻眼狂轟 根本是施主莊光琴 恐怕糟就想殺廢滅口 正常是不會開槍 但是那是外來種的 而且又是旁邊有人在指點 對人家說是他才開那一槍 六福村他們也在推卸責任 統統推個獵人 他們就沒事了 六福村員工更像媒體爆料 早在三年前沸沸結雜數量 就精算出兩百五十隻以上 現在說的一百五十隻 根本是造假數據 六福村則回應著還要清點 但五度改口的沸沸之亂 遭讓民怨沸騰 民眾就想知道 這究竟是不是借槍殺廢 廢死不可 記者中成良 黃玉蘭SNS小組新竹報導 海黃鮑魚乾貝EXO醬 裡面有嚴選新鮮的頂級海鮮 跟蜜質的獨家配方 還有富含膠原蛋白 還有黏多糖 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質鮮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豐富 現在購買還有優惠喔 輸入我的優惠代碼 ZTI714 享有折扣喔